由于民进党当局纾困不利 岛内多个行业艰难苦撑 马上就到端午假期了 以往门庭弱势的旅馆饭店业 如今订房率大跌 据台湾媒体报道 以旅游行业为主的台东花莲 订房率已下滑至两成左右 端午假期快到了 以往客流满满的温泉风景区 台东之本 现在街头却是空空荡荡的 往年来说 至少也会有大概五六成的住房率 但是我们现在看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现在手上的定房率 大概两成 甚至两成不到 台东市区的四维路观光夜市 同样人际罕至 疫情前这里人潮满满 停车场一味难求 而现在业者只能无奈 用空旷来形容 我们每个周日 那停车场都是满满满的 那因为现在疫情受到影响 所以现在都蛮空旷的 同样迎来经营寒冬的 还有花莲 新竹 南投等多个县市 其中花莲端午假期的定房率 已跌至过去的三成 退定潮让业者感觉喘不过气 只能咬牙苦撑 应对疫情冲击 台经济主管部门推出了 为期一个月的餐饮行销补助 根据政策规定 餐饮业者若开具统一发票 每家可获得最高10万元新台币补助 不开统一发票的 则可获得2万元新台币补助 不过这钱可不是那么好拿 规定要求商家必须具备 4万元新台币的营销推广支出 有明代就质疑 这对于营业额不高的商家 负担可太大了 所以不会有水电的减或免 大体上应该是 讲了这样的一个情景 所以就是这样 最基层的这个产业 我们也听到了 我们行政完全不解民生之苦 这回应该是比较低的 感谢观看